邓小平打胎这个事儿呢 其实就是说在2009年左右时间 因为我当时呢 在北京有一咖啡馆 就是说我的朋友 在一起喝咖啡的时候 就有一个医生就说 他的妹妹是这个妇产医院的护士 因为要写这本书嘛 大纲里头涉及到这一段 我就说要保留这个证据 我就跟他在这个文字上 留着一个证据 就是本身体育运动 就在国际上来讲 就是大家happy嘛 就健身 中国把这个事儿 完全当做一个政治任务去做 套得了这种冠军 去提升我们的民族的凝聚力 就是说你邓小平这事儿 自然受孕就是这爱结晶 都不谈了你怎么怎么样 但是就是说你最终的结果 是在你参加比赛之后 你打胎了 你在做这个人工受孕的时候 你也知道这件事儿 非常的可耻 医生也知道 那最终的结果也是打胎 就是说你怎么去说 你这个都是有动机的 你怎么去看 你怎么去看 我准备你 你怎会 你这样我 所以他 heraus